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月三号 星期五 农历是四月二十八 好 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初一了 希望大家多吃素 多念经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评问题 喂 您好 喂 您好 喂 师傅好 哎 师傅好 师傅好 弟子弟安师台长请安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这么快的 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您 师傅说五蕴 五蕴之中和五蕴之外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叫五蕴之中 五蕴之外 就是五蕴 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嘛 五蕴之中和五蕴之外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照见五蕴皆空 色受想形式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么你比方说 照见五蕴皆空 他就是说要你看到 所有的想法到最后都是空的 没用的 你想看我们在人间想了多少事情 到最后都是空的 对不对啊 我们小时候想了很多 对不对啊 色就意识当中很多东西也是空的 因为人死了啦 他最根结底 一个人到最后是空了啦 明白了吗 空了之后 你在人间这个世界不是色生吗 你色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一切到最后死了嘛 不就是全是空了吗 所以色就是空呀 空就是色呀 就这个道理啊 五蕴之外是什么呢 五蕴之外就是一种 更看不见的东西了 你比方说你 五蕴你还有思维啊 还有其他的东西 但是植物之外之后呢 你就根本没有了 像微生物 很多人不是经常跟人家讲吗 那个植物也有生命的 植物的生命就属于五蕴之外了 它已经不属于五蕴之外了 所以它就不影响它的生存 而且就是说 如果它虽然说是微生物也有生命 但是它这个生命不能造成它自己的感受和感觉 就是说在微层当中 就整个世界的微层当中 它不会造成一种 这个超大的精神 粒子分体的危害 也就是说 没有造成一种 让人家感受的伤害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我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 X光照你 我问你伤害不伤害了 伤害了呀 伤害问题 你X光照你和你开动手术 当然这两个伤害是比较不一样的 但是X光伤害也有伤害的呀 那我问你手机有辐射不了 有有有 好了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这里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关于夫妻缘分的问题 如果丈夫一直很依赖和牵挂妻子 而妻子呢 一心想超脱六道 一事修成 这样的话 对想超脱的一方 会受到影响吗 会影响多少呢 什么 影响吗 看你自己了 我问你 一个法师出家了 嗯 那么 他法师一想到自己家里 妻子和孩子 还没很小 你出家了 那么法师如果很难过 那么就对法师的影响就很大 如果法师坚定意志 他无所谓了 他什么都舍下了 那么对法师的影响就比较小 那么在这个对人家来讲 菩萨为什么心疼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居士学佛 我们都 是的 因为我们都有家 有孩子 有上 有老下 有小的 所以菩萨知道我们 知道我们很难做到 现在莫怕师期做到出家 因为大家都有压力呀 对不对呀 所以呢 菩萨呢就是 现在 希望我们在家修行 居士修行 对对 那么居士修行更困难 比出家还要困难 因为出家 一甩 甩的时候比较难受 但是甩了之后呢 时间长了也就接受 就这么两个事 但是呢 在家居士呢 你明明不能接受 你天天回到家还要吵架 还要年轻 还要学博 还要修行 就是更苦了 更苦了 就是所以 就是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大学里读书 你是个大学生 很容易四年毕业 如果你说 在职员工 你在 在课余时间 你在读这种 大学 寒寿大学 夜校了 你说你是不是比人家 正规读学校 学生要累很多啊 就是这个道理 对呀 不说更多的努力啊 对呀 你白天上班 回到家做饭 还要晚上去上课 你看看 那师傅 您照这样说 虽然在家居士 苦一点 累一点 但是在这个末法时期 在家居士 更容易修成 是这样吗 师傅 这个话不是这么讲的 更容易修成 更难修成 我说 相对法师来说是 因为他苦啊 很多戒律啊 更容易修成 这样说对吗 师傅 应该这么讲吧 就是不是更容易修成 就是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就是因为吃了苦了 道心 道心可能更坚定一点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说他本来呢 他本来呢 就是说 不大坚定的 他越吃苦 他越想我要离 脱离六道 越吃苦 越想脱离六道 这样的话呢 对他修心有利 只能这么讲 哦 是的是的 真的是 吃的这种 有这种苦 有这种磨难 其实对我们来说 在家就是说 是一种好事 更加坚定他们的道心 想超脱流道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哦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 此地开始 师傅 就是说 有的就是 同修不是学佛之前吗 嗯 也不懂 没有学佛之前不懂 拿了公家的纸 或者是家里没有 安水表啊 或是占了公家的便宜 便宜 请问师傅 这种情况 从因果上 带来哪些后果 应该怎样做去弥补呢 怎么跟菩萨说呢 这个用不着讲了 哦 这个讲老实话 这个就是随着你自己 每天念 往那个礼佛 为什么叫你们 每天念礼佛了 嗯 就是叫你们 每天念念念 这些小的都念光了呀 没了 哦 我就叫你们 每天念礼佛干嘛了 嗯 哦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说说看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说拿公家连纸都不行 哈哈 那这个这个 只要你当时觉得没有这种感觉 啊 那可能你就不会进入你的八十天宗 而且这种本身 本身在天上地下 它都有大事小事的 没办法的 小事情当然就是小小抱 有的时候就没了 大事情当然恶抱了 很厉害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理开始 师傅 学佛后知道人间一切感情都是短暂的因缘 情是无常的 结婚后为对方付出真情 但又怕得到伤害 现在原范里 不付出真情 又感觉婚姻变味了 太假 请问我们学佛人怎样 语言容呢 那很简单了 不是变味 人生本身就是假的 因为菩萨说了 婚姻也是假的 你看看看 像有时候离婚了 是不是像假的一样了 像没结过婚一样 我们到人间来好像是真的 但是我们死的时候好像又没活过 对不对啊 一切都是生不再来死不再去 那那有时候你说什么叫假的 真的就是打架 真的就是吵架 假的是什么 磕磕七七 大家你修你的 我修我的 你的业你自己背 你做错事情 你自己受 总共会有报应的 什么叫假的真的 听得懂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要去从来 从来不要去管管他 他举个简单的 两个小青年 一个小青年很规矩 还有一个小青年 结了婚之后出格了 最后嘛 这个出格的人痛苦啊 不堪啊 要自杀啊 那个男的还是这样 女的痛苦都不得了 最后自己自找苦吃啊 苦头都自己拿得来的呀 是别人给你加上去的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私立干涉 师傅你说 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嘛 儿童时非常可爱 但是到了叛逆期 就跟父母非常对立 前一段就是说是 你说师傅啊 就是作为我们 就作为父母啊 就是如何提前化解和子女 这种爆发的巨大恶缘呢 从而和子女能在他叛逆期 依然能到 依然能和他和谐 消除呢 请师傅开始几句吧 我问你啊 现在这么多的小菩萨 这么多的小孩子 从小学佛 从小跟在台上学佛 你说他有叛逆期不了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他们好了 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你了 是的 谁叫你不从小培养的了 你从小培养在鲁家教育的 仁义理智性 这孩子会叛逆的了 现在的叛逆是什么 叛逆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自己 第一 自己没有好好的书榜样 第二 自己本身就叛逆 自己跟爸爸妈妈都叛逆 孩子怎么不叛逆你啊 哦 那师傅 这个孩子这个叛逆期 是不是一有自身的业障 第二有父母的影响 太大了 还有 哦 讲都不要讲了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生教非常重要 天穿生教啊 自己爸爸妈妈现在开玩笑吗 黄色玩笑乱开 对不对啊 揪住人家的毛病吗 不放 天天骂 天天吵 吵得来的孩子对这个世界都觉得没兴趣了 对对对 有些女人 有些女人就是这种毛病 一个事情揪住人家不放 讲啊 讲啊 讲到人家翻脸了 不开心了 人家已经知道了 你就不要再去讲了 对不对啊 嗯 比方说 很多人本来不会吵得这么厉害的 一吵架就把老丈翻出来 一吵架就把老丈翻出来 人家受不了的 人家已经过去 比方说已经 已经 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 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 你不停的讲 哎呀这个下去就像个医生一样 你每次看病 他就说你要记住了啊 你这个毛病不好 看你会死啊 你说哪个毛病看了不会死的啊 是啊是啊 你今天讲 讲了人家不要看你医生了 是 是否是不是作然 不要去翻纠状 是这样吗 当然了 绝对不应该翻的 翻纠状的人第一小气 第二狭隘 第三 他就是心中有恨 放不掉 就是把人家的不好的东西 已经记在你的八十天中了 所以很多女人仇恨一辈子嘛 最后死了嘛 也痛苦呀 他为什么啦 他放不下呀 嗯对 他就把人家的东西牢牢记在心中 这个这个男人 男人有时候要做错事情了 或者女人做错事情 在家庭生活当中 都是很正常的嘛 那么谁 谁一辈子没做错事情啊 是 是 你不懂得原谅人家 包容人家 你不懂得这样 你得到的果实 就是最后人家跟你拜拜 很多人就这么吵出来的呀 很多人能够包容人家 人家就能够相处一辈子呀 就这么道理呀 你说谁会去 谁会去找一个夫妻 老婆老公 去找个整天救助自己不放的人啊 曾经命才会去找啊 是的 是的 师傅说的对啊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示 师傅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念补缺诊言 最晚几点有限制吗 因为很多同修都是 晚上念了一天的经文 最后念这个补缺诊言 补缺诊言是补功课的 和小房子 是两个一块补吗 还是需要翻开补 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补缺诊言呢 一般呢 就是说在念完小房子啊 念完功课之后 自己觉得今天念的不够完整了 要念个 至少要念个补缺诊言 至少要念个二十一遍 哦 哦 明白了 你们要学的 补缺诊言也不是乱念的 而且不能在前面念 在前面念 你功课还没做错了 你就说我今天要是 做错功课的话 你不是发傻啊 你今天感觉念的很好 你为什么要念补缺诊言啊 哦 那师傅 我打个比方吧 那今天我我做功课 念到晚上十二点 我就是念二十一遍 补功课中的 那补功课 再念二十一遍 补小房子 这样可以吗 师傅 你最好再念小房子之后 补一下就可以了 啊 补一下 哦 好的好的 小房子和功课 全部念完了 念个二十一遍 补缺诊言也不好了 哦 也可以是吧 这样一块念也可以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示 嗯 师傅 下一个问题 佛丁上讲 不可少 善甘福德因缘 得生 彼国 请问师傅 有些人靠别人超出六道 这些人是不是前世 善甘福报 因缘非常好 决定了他才有超出六道的机会 对啊 是这样吗 你想想看 他的家属帮他念小房子的话 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有福报啊 有善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否则他的孩子怎么会念经啊 怎么会帮他超度啊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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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那是 那是 真的 我们怎样在修行过程中继续资量 修不上去也能被超度呢 修不上去也能被超度 这要看你自己的善德了 比方说你在 你在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很多 那孩子会帮你超度 但是孩子的超度也最多能把你超度到天上 天上 他把你超度不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呀 那你除非在人间那个时候 一走就到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对对 或者 那是 或者直接到四圣道 明白吗 哦 那师父靠超度和自己修上去 师父也是因缘决定的呢 那 这个要看的 有因缘 有果报 都有 你这孩子身上付出多了 孩子最后帮你忙 把你超上去了 你在对你身上付出多了 你学小成佛法 自己守戒律 最后你上去了 那你说 靠自己好 还是靠别人好了 靠自己 靠自己 小成佛法也是个大法呀 对不对 哦 厉害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地开始 师父啊 您不是在最近节目中给一个同修看图同吗 说他因为跟前女友还有联系 没有彻底断掉 所以下一段缘犯不会来 要等断掉才会来 呃 请问师父 为什么下一段缘犯到来的时间取决于上一段缘犯呢 就是我开启一下 因为他在造新的业呀 哦 新的业没有改变你旧业呀 哦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有一个人 人家给他算命 六十九岁死了 六十九岁死了 结果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 被汽车压死了 哦 那你说 哎 本来应该六十九 为什么三十九死了 很简单 因为你新的因 造了新的因改变你的旧的业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开始 师父啊 就是梦到自己身上有业障 并且已经现实中已经爆发 来不及念小房子 可以先用功德销业障吗 还是 业 还是 可以吗 师父 可以啊 可以啊 哦 这个都可以的 嗯 那 那如果 那如果他的功德不具足呢 面对这种业障爆发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功德不具足 很简单 嗯 功德不具足的话 那你要销业障 你当然销不掉 这等于你要买东西 没有钱啊 不一样啊 是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 这样能够买回来呢 因为他 透支啊 他用信用卡啊 那么 那么你跟菩萨许愿就是信用卡啊 菩萨 我一定的 我身体好了 我一定怎么样 能爬起来我就度人 那么菩萨相信你的 给你信用卡了呀 先透支了呀 等到你毛病好了 你又不还钱了 那么最后被你房子卖掉了呀 就这个道理呀 哦 明白了明白 那师傅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说公德有利息吗 公德不叫利息 不能用人间的东西来回答的 公德是说有这个善德 有这个公德之后 公德会影响 因为公德它善德有一种磁场 对对 这种磁场就是实际上就是 用现在经济上来讲就是一种利息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里钱多了 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对不对啊 你家里业障重了 你是不是越来越倒霉啊 对对对 本来这个倒霉一点点的 因为你家里的业障重了 所以会影响你家里整个气场 本来爸爸妈妈是两个人伤风感冒 结果因为他们伤风感冒的气场不好 你养到全家孩子都咳嗽感冒 那么爸爸妈妈因为做了善事了 他们有功德了 那功德有没有利息啊 没有利息 但是功德会避应的 因为爸爸妈妈是两个人是 这个这个模范了 人大代表了 那儿子是不是比人大代表的孩子了 那是是是 那师傅可以这样认为吗 你功德在这里功德大 你自然感召的很多好的是好的事情来 其实这种好的事情就是类似于我们人间说的利息 因为你功德大就感召好的来 是这样吗 师傅 这句话百分之一百对的 就叫感召 其实因为我帮你解释的比较简单 感召因为很多人连感召都不懂 真的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的 师傅 有的人正财运很足 有的人偏财运很足 分别是什么因果呢 上辈子 那师傅呢 你说这种偏财 偏财上辈子的人 他是怎么才造成这种偏财运很足的呢 师傅 那正财运就是你比方说打工上班 偏财运是什么 做好事呀 今天帮人家了 上辈子帮人家了 帮人家 人家家里生病了 给人家药 不要人家钱 人家熬粥 给人家做饭吃 那么这辈子就有偏财运了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 您开始过不是进南右手 右手边养六条金鱼 既能聚财又能倒战 那请问师傅 他们问这是什么原理呢 师傅 原理你要学 你好好的叫他去 进入这个疫情八卦学院里面 好好去学学吧 中国很多古代的东西 它是天上传下来的 你搞都搞不懂的 你就像天一样一样 你怎么搞得懂啊 我问你 为什么要不定期的下雨 为什么不能定期下雨啊 那是的是的 那是天象呀 天象啊 那为什么一周要有 三 为什么一周要有七天了 不能八天呢 是是是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真的是一种天 为什么一年十二个月 一年365天 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 是的 天象啊 疫情啊 八卦了 这些东西老祖宗提下来的东西 你要把它解释以后 你死掉之后到天上 它都有天书的 你都可以去翻的呀 天上有图书馆的呀 这些东西们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你在人间是搞不清楚的呀 对对对 其实师父您说过 记得您说过 就是古代的那些科学家 都是一些天上的菩萨下来的 他们把天上的东西带给人间 造福人间的 对啊 对啊 你以为啊 你以为谁都造得出曹生波的 你以为很多医学的东西 就有几个人靠实践能够成功的 全是给他们灵感的 天上 全是让他们成功的 不让他们成功靠人 怎么能够完成天上做的事情啊 是啊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 我们到法国去看那个 F1铁塔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中国的长城 对对对 那些伟大的那些建筑 都是菩萨给指点的 否则怎么玩得成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包括祖宗之发明的 那不是发明的那个圆周率啊 对啊 为什么3.1416啊 为什么这样 是的 你讲得清楚吗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天文册的这么准啊 古时候没有天文台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凭气象 天象 地象 人象 表象 内象 它照样可以知道天气要下雨 或者下雪 是的 对对对 是这样 那师傅 你像我们做古代的神医华陀 他也是这种菩萨 就是包括药啊 对啊 他就是 他只是这个时候 把他拍下来的菩萨来救人的呀 他神医啊 他就是菩萨 是的是的是的 哎真的 哎感恩师傅开始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啊 师傅我们开设过我们学佛修心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要孝敬父 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但是有人 但是有的 有 但是有些人故意 让自己的身体受苦 比如说减少睡眠 在天气非常冷的时候 到外面去 忍受寒冷 想借此来 破除对色深的执着 情况这样是正修吗 就师傅开始 你说呢 不是 这叫跟自己过不去 你现在的这个末法 你根本用不着这么修的呀 用不着 你宝宝身体统统好 吃苦 你还嫌苦吃的少啊 还要加上肉身的苦啊 你精神上的苦还吃不 还吃 还不够啊 对对对 啊 明白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了 师傅说 如果动了给别人 悲业的意念 或者是超度某某人的意念 就是动这种意念 会悲业或高灵性吗 动了什么意念啊 就是动了给别人 就是悲业的意念 或者是动了超度某某人的意念 会悲业或高灵性吗 就是脑子突然动了这种意念 会会会 哦 那如果在十秒之内 如何跟菩萨忏悔补救呢 这个就是跟菩萨讲啊 不要讲了呀 马上忘记掉就好了呀 哦 马上忘记掉就可以了 十秒钟之内就忘记掉就好了 哦 忘记掉就没事了 忘记不掉就跟菩萨讲 哦 好的 谢谢师傅 师傅有个统修 万一不是以前有的没有修心灵法门的统修 他不是呃 发了愿过五不识吗 跟菩萨 现在呢 就是已经修心灵法门了 他跟菩萨说了 他要念礼佛 念二十一还是四十九 还是一百零八呢 就师傅开始一讲 呃 请再讲一遍 呃 就是他不是发了过五不识的愿吗 曾经 曾经发了过五不识的愿 他是这个礼佛 他要念礼佛 念礼佛的话 念多少遍呢 哦 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 嗯 好的好的 那请问师傅 师傅您开始过一个主魂和副魂 在节目录音中 这个主魂和副魂有什么 什么含义吗 就有的同修不理解 主魂呢 就是你的内心世界呀 嗯 副魂是什么 副魂就是外界 影响你的魂魄呀 比方说 你听到人家讲一句话了 那是你副魂接受的 嗯 那么你分析过之后 良心拿出来评判一下 这个接受的就是你的主魂了呀 嗯嗯嗯 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那师傅 就是说是 师傅您开始 师傅您开始过 就是 这个问题 当恶人来的时候 吵架 会消就会消命中的善缘吗 善缘来了 善缘来了 相互结善缘 会消命中的恶缘吗 就师傅开始 会啊 都会的 都会的 哦 那 那师傅 如果是 那哪些行为会消命运中的善缘和恶缘呢 你要么 罪大恶极 要么是 功德无量 就是两个 哦 哦 哎呀 真是两个 一个是最大恶意 一个功德无量 真的是 明白明白明白 嗯 哦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慈悲开始 嗯 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嗯 有 有悟性和开悟 师傅 有悟性和开悟 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有悟 有悟性只是 不凡觉悟 而开悟是一种境界的整体提升呢 请师傅 开始一下 第一个叫什么 什么悟 有悟性 这个人有悟性 啊 差得远了 有悟性和开悟 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悟性 这就举个简单例子 要明白 有良心 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没做好事 对不对啊 有良心不一定做好事啊 要开悟什么意思啊 已经开始做 有良心的事情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自己开始 师傅 明心开悟 明心 见性 见性开悟 有什么区别呢 明心就是心里明白 嗯 然后明白之后 时间长了就能开悟 开悟 哦 还有一个是 见性开悟 嗯 见性开悟 见到你本性了呀 见到本性 哦 突然之间呀 叫顿悟呀 嗯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傅 开始 那师傅 我们讲的平等心 清静心 慈悲心 菩提心 他们有什么相互关系 如何区分呢 师傅 平等心 清静心 慈悲心 菩提心 都一样啊 都要学佛 都要需要这几个心的呀 慈悲心啊 菩提心啊 要有智慧了 平等心啊 要示众生为平等了 实际上这是佛的几个 基本的平衡理念 啊 在人间 你只要掌握这几个基本理念 你应该畅通无阻了 畅通无阻了 你把人家看了平等的话 怎么会跟人家吵架呢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哎呀 是的 那谢谢 谢谢师傅 从北开市 师傅 您那个什么 师傅是有点累啊 师傅 没关系 好 那我再分享 我再有个同修 我说一个分享吧 师傅 你看人家同样是 得癫痫病啊 人家直接 人家那两个癫痫病的人 一个发愿吃素 一个没有发愿吃素 没有发愿吃全素 结果几年下来 三年中 那个发愿吃全素的 得癫痫病的 人家那个孩子好了 没有得癫痫病 那个没有吃全素的 根本没有好 师傅 这个末法时期 真的这个吃全素 太重要了 对 吃全素就代表你一种 菩萨心啊 开玩笑了 这是心态啊 你这个连这点 最起码的吃素的 慈悲心都没有 那你还做什么事啊 你这个人还修什么心啊 真的 糟糕了 这两位同修啊 都患多年的 痫痫病 你看 其中一位 化痫痫病 他化了十年 修了 修了 这个 修心灵法门 修了两三年 痫痫病全好了 另一位同修 却没有好啊 才知道是 那一个已经 许了吃全素啊 就是这样 没办法的 你做几份成绩 就会得几份 你做几份作业 会得几份成绩的 你拼命的做功课 你功课做得好 你考试一定考得好了呀 好 谢谢师傅 开始 师傅啊 就是同修家里 挂有人像的照片 或者是娃娃像 我们劝他 就是劝同修 就是立即取下来包包好 还是先建议同修 给房子的药经者 念小房子再收起来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念小房子再收起来吗 一般几张呢 师傅 给房子的药经者 一张两张 三张四张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明白明白 听着师傅 听着师傅比较累呀 没关系 师傅 您稍微休息休息 师傅 没有 没有休息 没关系的 一会儿就好 好的 早上起来写稿子 写那个香港的稿子 师傅很认真的 每一场法会 大法会 师傅都非常认真的 绝对不能开玩笑的 我估计 师傅这次新老法会 估计又爆满了 估计这是 师傅呢 我说一个梦境吧 您给他开睡一下 就是说是 这个同修呢 听到了白天 就是 他白天听到观世音菩萨 来到了仙月 看到东方才的菩萨 投影在白色的墙上 黄色的背景 看到红色的两个繁体字 就是这个红色的两个繁体字 叫传灵 传传播的传 心灵法门的灵 两个红色的大字 放大了很久 然后就是 他师傅是菩萨妈妈 给他这个传灵 这两个字 有什么含义呢 师傅 请师傅开始 传是什么传呢 传播的传 灵是心灵的灵 传播心灵法门呀 还是叫它红法 红法 这么简单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师傅 你今天的问题 先问到这 感谢师傅的 传播一开始 师傅 您辛苦了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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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 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听众朋友们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